大家好 走來這個土瓜灣美景街 8 號 這間店賣了890萬 真的嗎?剛剛檢查了一個 EPRC 土地豬一千 現在整棟大廈 放了很久了 這個之前是一個小餐廳 之後變成一個腳踏按摩店 放了很久了 還終於賣成了 那時一直減價下來的時候 又說7000萬又900萬 又說試試750萬 現在最終檢查就是890萬 站直點 不要拖背 就是這個美景街 8 號 轉圈給你看的時候 這裏美景街 我也曾經有一間泰國財館 我們買進來的 當時買進來好像800多萬 即買了1700萬 Anyway 在那邊 美景街 OK 這月的美景街會安靜一點 這裏就是近駱山道那裏 近駱山道美景街這一間的店 我淘擠就給你看看 你用大鞋拍了 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看資料 面積大概650呎 捉落租金15000元 890萬的話 你想一萬千元 租得很便宜 租得那麼便宜 為什麼會租那麼便宜 不知道 每個業主不同 良心業主 890萬 建築面積的時候 area net 就是425呎 net 425呎 這個是front portion 再給你看資料 這個位置 租約就去到2021年2月份 就15000元租金 所以為什麼賣出去的時候 還要是續約一年 生約16500元 所以為什麼賣 我相信這樣賣就很難 因為這裏會太低了 那麼靜的街 前景美景街一般 因為始終地鐵站不可以在這裏 是去馬頭園那頭 變成都走得很遠的 這裏前景就沒有特別什麼前景 你說什麼沙中線大王這個位置 我就不相信 所以 但是便宜 勝助就要夠便宜 如果890萬一間店舖的時候 時時正正 算是這樣的 通常幾百萬的時候很小 但是這個也挺深的 看看圖籍 這個門闊就大概10呎11呎 深的時候也有30呎 35呎 所以都是proper的一間店舖 一個足底按摩之前的餐廳 好 碰到890萬是這樣的貨色 OK的 鑽在這裏的時候收一下租 希望有機會租金貨店查一下 如果890萬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一個大概五分位 五分位 我不敢說很好 不過始終便宜 890萬一千萬不用買店舖 試一間店舖 陶籍又試一間店舖 陶籍又試一間店舖 不是 陶籍媽媽的 其實裡面有個樓梯位吃了 所以變了一個門闊 但樓梯位吃了一點 那麽 could be better 好 聽到 跟麵馬家 跟麵馬家